现在的说法 第一个事实传出来 就是财新网传出来先的 财新网报导 就是包括由西南边的 包括重庆 包括成都 包括桂阳 也都去到东北边 去到黑龙江 去到沈阳 那么中间很大范围 不是全部 部分的高铁站 是没有办法 那些高铁 是没有办法登入 CIR系统 CIR系统就是他们的通讯系统 安全通讯系统 就是好像信号系统 大概好像信号系统 那好了 因为登入不了系统 所以高铁开不了车 那结果要人手启动 用人手指控来开车 那所以呢 大范围地出现 在那些站 都出现的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这辆车就延连 那有两个说法的 一个说法 两个说法 都不是官方说的 也都没得证实的 另一个说法 传闻在香港比较多人传的 就是说是芯片出问题 是因为那些芯片呢 是出问题 那所以呢 就是外国呢 就是制裁 不给用那些芯片 那之类呢 那所以高铁开不了 那这个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呢 就是黑客问题 那就是黑客入侵 那就是令到呢 就是那些高铁呢 没有办法启动那CIR系统 就是说 没有办法登入那CIR系统 CIR系统 CIR系统其实是个电脑程式来的 好了 那这两个说法呢 我比较觉得芯片是没可能的 因为芯片是硬件来的 你说如果高铁本身是未投入营运的 是新营运的 你缺了芯片 没有安排下去 所以高铁运不了 是令到整条线呢 是迟了去开通的话呢 那就可以是说是芯片 就是有可能是芯片 但是现在的高铁本身在走着的 每一天都在走着的 在某个时间 是在12号晚上 大约6点多突然间出现呢 在那个车站里面呢 那些高铁呢 是没有办法登入那CIR系统 CIR系统 而CIR系统呢 就是综合通讯那个软件 或者通合通讯系统 包括了一些天线 包括了一些信号 信号系统 包括了就是 甚至乎可能会影响 一个热车安全的刹车系统 这一个呢 我反而觉得呢 你说如果是 如果一个站出现这个问题呢 就可能那个站的个别电脑出现问题了 但是如果有很多个站 而且呢 好像故意告诉大家 整个中国的版图呢 从东北去到西南呢 都有车站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不是全部 是个别的大型车站 我反而觉得呢 就是可能黑客入侵的机会是有的 黑客入侵呢 如果入侵了那个车站的电脑 或者是中央的系统 那令到呢 那些列车呢 是没有办法呢 登入那个CIR系统 就在一个站里发生 而出现一个站呢 大规模的那些列车 没有办法开动 那便用人手操作 人手开电脑 人手开CIR 而导致呢 每一班车出现 反而这个机会大一点 那就是说呢 这个是纯粹猜测 在12号之前发生什么事呢 台湾很多的电脑系统 尤其是有显示屏 在公共有显示屏的系统 都出现黑客入侵 而显示屏就被架了一些 黑客入侵的一些字据下去 这些字据都是有政治的宣传的成分 通常都是在公共空间出现的显示屏 而出现被黑客入侵的 会不会是有 未必是政府的工作来的 可能是没有一些黑客的一些组织 其实有一个黑客组织说要报复的 会不会那个组织报复呢 就是潜入了高车系统 某些车站的中央的伺服器在那里 就导致那些系统的电脑出现 关闭或者没办法接触到CIR 而导致列车没办法正常开动 我发现这些机会都高一点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 昨晚看到了 今天早上再看一看 那财新网是将新闻下了假的 就是说它12月晚上拿出来之后 跟着没有再报道的 也都特别说 如果搜索有关高铁 就算是财新网跟着高铁延伴呢 你发觉大部分都是台湾网站 是报道的 转载的 有些人觉得这件事可能会不会真的和两个有关呢 那为什么它会下架呢 怎么解读呢 下架就可能因为这件事不是那么光彩回会 那就是说你这不是一个高铁站出来的问题 一个高铁站出来的问题呢 这些事故就没得掩抹 没得掩饰的 没得掩饰的 但是如果你是大范围的 就是说由成都重庆去到沈阳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就不是个别 也是同一时间的 就是说某个程度上好像有些人违操作那样 可能因为这些人违操作 可能就是由本来以为的不是人违操作 以为是一个硬件的问题 去到觉得有人违操作成份 而有违操作成份可能有一些面齿问题 所以因爲这样 而将我的新闻下架回来 那新闻的黑客呢 如果是黑客呢 你觉得那个母号的黑手会是哪些背景 或者哪些身份的组织呢? 那些黑客呢 很多组织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持 没有国家的资源 黑客是生存不了的 但是成份可能是个分判商来的 就是说国家出了一些钱 那些资源 出了一些facility 导致一些分判商是接了黑客的工作做 那些黑客可能是世界级的 可能黑客根本在俄罗斯 可能黑客根本在印度 根本就不是在中国大陆 不是在台湾的 可能是一个商业机构纯粹给服务而已 可能是同一个商业机构 给了两个不同的组织的服务都没办法 那我记得就是台湾当是 譬如那些车站啊 那些商场的显示屏 是被黑客入侵之后呢 有另一个黑客组织说了会报复的 那当时他在网上就说了会报复的 那你当然黑客组织全部都是没有明清的了 都是隐蔽而明清的了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有一些博弈呢 那刚刚呢 就是国内停了那个军演 所以那个军演也不是叫停 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叫停了 阶段性停了了 那但是沃海和沃营是继续的 那就是美军会怎样的不知道的 美军好像说要开始有很多个国家 在印尼那里就开始有一些军事的演习了 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那有些还是在那些拨力呢 那拨力是不是 那拨逆呢 是不是真的说台湾有份呢 或者根本不是台湾的 可能有人不想这件事丢淡 可能有件事不想这件事冷却 那所以就不断把这件事继续是保持温度都没顶 那所以很难说的 因为现在呢 直至现在呢 在整个布洛西访台 而出现的解放军军事演习 跟着去到呢 美军就说不会离开住 那甚至说可能会通过台湾海峡 那现在美军在印尼那里又有军演 那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这一些 就是还在博弈着的一些形势是没有完的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只能够等着看的 嗯 所以其实可能有时候 大家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是黑客攻击的话 其实它是想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 传达给 这个信息挺明显的 高铁的信息呢 高铁除了是人类的 就是人的运输之外呢 如果是战时状态呢 高铁就是一个运输工具来的 那就是战时状态呢 民船啊 高铁啊 或者汽车啊都会被征用的 那就是 而且就可能是由武装部队管理的城市 所以呢 这一个某个程度上可以说呢 就是说有少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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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警告警示的意味呢 就是说呢 不要想着呢 只是就是你强大 其实你的整个社会的运作呢 其实都可以是受到一些骚扰的 嗯 所以里面好像似乎 感觉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潘先生啊 是啊 可能未来越多这些不同的特别情况发生的 你可以想象的 如果股市的伺服器一跌呢 你会想想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有可能会有损失的 所以呢 这一个呢 总体来说呢 就是博弈呢 就是很多方面 全方位